色口语句的分类功能 分类极其功能 咋的色口语句 色口语句还分类啥意思 这个就是不同的 使用数据库的这些人 他们的工作重点不一样 所以呢 他来学习这个色口的时候 色重点也是不同的 那么一共分为几类呢 四类 基本就这四类啊 DL叫做数据库定义语言 DML叫做数据库操作语言 DCL叫做数据库控制语言 TCL叫王牌采电 讲错了 TCL叫事物控制语言 不叫王牌采电 那个 我们从他的中文名字来看 你就能知道 我这主要肯定是学习DML 对不对 DML数据库操作语言 因为我们是一个使用者 对吧 使用者 咱就整这个数据库的操作语言 就够了 我就操作就行了 那么数据库定义语言 今天咱们都会讲 都会讲 就是虽然我们用的不多 但是我一定要知道 这东西怎么用 今天上课没记住那些语言 怎么写 没关系 你知道有这么回事 回头你去查 你都知道 哪个是对的 这就行了 对不对 定义语言谁用 一般是不是程序员用 对吧 程序员定义这些表 数据库操作语言 那用的人就多了 不仅仅是程序员 数据分析师 运营 产品经理 甚至于这个公司的财务 很多很多岗位 他都会用数据库操作语言 所以我们讲这个sircle重点 数据库操作语言 对吧 数据库控制语言 他控制啥呢 我们就讲一个就行了 就是那个事物 不叫事物控制 就是权限控制 分角色 然后还有事物控制语言 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个事物什么回滚 事物的创建 你就知道 因为咱们前面讲事物了 事物是啥 是吧 然后呢 在这你就知道 这个事物控制语言 是啥 对吧 控制这个事物 这块我大概列了一些 数据库定义语言 比如说新建数据库 修改数据库 新建表 修改表 删除表 创建所影 删除所影 等等这些 凡是涉及到数据库 本身一些操作的 那你看发现 这里边没有查询 对不对 全是创建数据库 创建表 然后数据库的 这个DML操作语言 你看查询 查询数据 更新数据 删除数据 新增数据 这个东西 有的程序员 会跟你拽词 拽词 你这个会什么 CRUD吗 蒙圈来 一般新手蒙圈来 啥 啥玩是CRUD CRUD讲的就是 增三改叉 一般来说 就是增三改叉 对吧 所以以后别人给你转CRUD的时候 你就说我会 我全会 怎么就CRUD呢 CRUD其实就是四英文单词的缩写 Create C对吧 read 读嘛 R U是Update 更新 D是Delete 删除 也就是CRUD 数据库操作语言 三公三改叉 完事 懂了是吧 然后再往下 这个数据库控制语言 授权角色控制 这个授权 咱啥时候能用到 像我刚才给你们展示那种的 我的脉色口是在一个叫做虚拟机 上面搭建的 虚拟机有没有同学不知道是啥的 如果不知道我简单解释一下啊 如果知道的话咱就不解释了 不知道的回复和二吧 完了我看看要不要说一下 哎呦啊 行好 那咱说一下啥是虚拟机啊 你看啊 我这个不是一台电脑吧 是吧 我这个电脑 然后我这个操作系统本身是 呃 麦克对吧 然后有的同学用的是Windows Windows 然后但实际上啊 实际上在企业里边 咱们用的那个操作系统就啥呢 叫Linux 在企业里边经常用这个东西做服务器 那我讲课的时候 好多东西呢 也会在这个Linux服务器上去 去给大家讲 但是我没有Linux服务器怎么办 那我就搭建一个虚拟机 那也就是说 虚拟机是可以存在在任意一个操作系统上的啊 就是你无论是麦克也好 还是Windows也好 或者是Linux也好 你可以用一个虚拟机 上边再搭建一个操作系统 在这个虚拟机上面再搭建一个操作系统啊 这个操作系统可以是麦克 可以是Windows 也可以是Linux 就跟你那个平时去做一个操作系统一样 对操作系统你做前面的Z6 咱们管它叫做物理机 物理机就是真真正正有一个物理设备的 对 这个真真正正有一个物理设备的 就物理机 在物理机之上可以创建多个虚拟机 也就是说我在我本身的操作系统里边是不是可以搭建很多很多个这个操作系统 我想用哪个系统就用哪个系统 这也是虚拟机的一个 作用啊 就是我这个里边搭建虚拟机呢是教学使用的 然后在企业里边啊一般模拟在企业里边用的Linux 那为啥我这讲到虚拟机的呢 就是模拟这个Linux的环境啊 我这个里边就相当于我在我的物理机的麦克上搭建了一个虚拟机的Linux 那它长啥样呢 就是长这样 大家看这啊 就这个东西 我用的这个叫做Vatial Box 然后 它是它是另外一个操作界面啊 你看这里边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你看看到了吧 我给它缩小一点啊 它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 我这个是Linux的操作系统 这里边这个我在里边想干啥干啥 你看这里边有浏览器对不对 我也能打开它 它是一个可视化的Linux的操作系统 看到吧 我这边我可以应用 我可以联网 我可以输入3w.bidu.com 对不对 那Bidu有了对吧 它是看 这个东西就是长这样的啊 然后呢 Linux这用命令行来搭建我的这个买色口的一些服务 模拟在企业里边的这个 Linux的操作环境 怎么讲讲这东西还讲到了一个虚拟机上呢 那么这是我用虚拟机的一个用处啊 那真正在企业里边用的时候呢 所有的应用会基于Linux Linux上面会有比如说MySQL的服务 也会有我们搭建的程序各种服务对吧 但这个时候这个MySQL啊 它就会有很多人去使用 很多人去使用它就会有这个权限的问题对吧 权限不可能所有人都给管理员权限啊 对吧 所有人管理权限 管理员权限谁把我数据给散乱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如何授权 如何有角色控制等等这些东西了 那我怎么去去给他们去授权呢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搭建了虚拟机 你遇到了第一个问题什么 MySQL服务在虚拟机上跑得非常棒 但是你用你的物理机去连接这个 在虚拟机上的MySQL的时候 你发现连不上 它会拦住你 然后呢 你自己在这个MySQL的服务器里边啊 怎么然后连这个MySQL的时候 你发现能连了 然后在物理机上连不上 什么他就会报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说不允许远程连接 对吧 那这个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这种授权 授权 这个关键是 来解决 远程访问问题 如果未来你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应该怎么摆动 就是说MySQL 远程 授权 访问 我为啥告诉你如何去摆布呢 因为一会我给你讲这个语句的时候你记不住 他太长了 这几个单词也不是很常见 所以你记住这个啊 买色后远程送权访问 你然后你就知道哪个是对的就行了啊 角色控制呢也是就是也是分权限的 就告诉哪些人拥有查询权限 哪些人拥有写的权限 等等就行 行不了吧 嗯 然后这个事物控制 设置事物 回忆操作这些不说了 因为咱们根本都没讲 因为我们本身不操作数据 懂了吧 分类我们的学习重点 我们的学习重点在DDL和DML这两个 今天主要着重讲一下DL 因为时间也不是特别的宽裕 所以思考咱们分两个课讲吧 下一个主要讲DML 想象啊 那呃再多说两句吧 谁主要学DCL这种语言呢 有个人叫什么呢 叫做DBA数据库管理员啊 他们主要学习一下吧 DCL数据库控制员 他们是管理数据库的 那门人主要学习这个 所以你要搞这个 你要将来要干DBA的话 你把这个东西不学一些是可以的 不干的话就是算了 不干的话就是算了